字幕提供 97MR防風防水軟殼外套 限量上市 蝦皮賣場熱賣中 大家好 我是小魚 今天我來到了新竹的龍泉 在光華二街41號 龍泉這邊 因為它有一台4RR 已經是改好了 有些人已經有看過別人有試騎了 這次我們跟老闆有洽談一下 跟他借一下他的4RR來試一下 現在最夯的4RR我們來試一下車 在場就是這台4RR 可能有些人已經有看過 剛好上禮拜我們在展場有碰到 所以我們就跟老闆借了一下 探討一下 現在我們要請 因為他們老闆不在 好那我們現在請裡面的員工好了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台到底有做了一些哪些改裝 防甩頭老闆就是一定上的東西 然後旁邊就是避震器 YSS的前叉 然後再來就是 艾瑞斯的一些模組 都在這上面 然後還有腳踏後移 這個是Overlacing的 Overlacing的腳踏後移 然後老闆還把它用NAPD的Ti的搭檔桿 然後這是艾瑞斯的快排嗎 對這也是艾瑞斯的東西 然後快排的模組在這邊 QS 對 沒錯 然後後避震就是用KTAC KTAC的後避震 然後用一個很騷包的卡夢吐廚 然後另外一邊 這個軸心 閃亮亮 也是那個Ti的軸心 NAPD的 對 齒盤是有改嗎 齒盤 我想一下 它有RK18指 RK的 然後這邊左側就還好 剩下的就是一些螺絲的部分 然後 然後右邊的話就 排氣管 全段 全段的ARCABO 對 然後還有 護蓋 GPA型的護蓋 對 然後兩邊都有 然後 再來就是貴貴的卡鉗了 這個BREMBO的 欸 GP GP4喔 應該是 好像是GP4 對 GP4 新款的有散熱液 沒錯 兩顆 兩顆 超帥 新秀 水箱護網 對 沒錯 然後 還有 好像封鏡也有改 也有換過了 加高封鏡了 加高封鏡 對 我看你有改這個豆豆開關 對 沒錯 然後還有改那個 Gaspi的 神力拉桿組 神力拉桿組 對 那 有聽說 老闆說 會把這台做賽道化 對 沒錯 那大約是會有賽道殼嗎 會有賽道殼 會有賽道殼 段框 然後加大的水箱 然後 我記得 後避震好像還會再換過 對 後避震還要再換 對 要換成更高階的 對 然後 總棒也會換 然後 因為礙於一些 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 還沒有上 喔 所以暫時的狀況 那當然之後 變成賽道殼的話 大燈就沒了 對 所以就沒辦法騎了 可能 路上就沒辦法騎了 路上就沒辦法騎了 賽道體驗了 會跟這個賽道車一樣 沒錯 其實這台也是已經賽道化了 沒錯 可是這 這台是150 然後 這台是250 然後 那台是250 那台是老闆 路上騎的250 這台的話 就是 改裝東西再更多 有 我看得出來那台 我記得也改裝滿多 對 所以現場都有一些 150 250 跟 照路板的 好 了解 那我就借出去試騎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這個呢 因為它已經改好了 艾瑞斯的電腦 所以有電子快排 所以電子快排呢 它是 進退快排喔 所以它進退快排的部分呢 其實 因為 升檔跟降檔 都是不用再拉離合器的 只是它現在是反打 這個有改 比賽式的反打 我還要習慣一下 正打反打就是要稍微行 這個轉速非常非常的高啊 這個轉速有16000轉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聽一下它的 聲音了啦 音浪音浪 那改了全轉 蝎子管 那因為現在反打的部分 我先習慣一下 因為我常常會一直打錯 我們現在回到了市區 那要 沿路騎回去還給龍泉的啦 那我們就簡單講一下 這個聲浪啊 真的是 哇 讚啦 剛剛有聽到那個聲浪 整個全部 超爽 然後這種高轉速 這種的 這個就是 400cc 四缸的聲浪啊 這個四缸情節的人呢 不用講 就這台了 因為以前呢 我們是騎 Hornet 250 跟CP400 都是會有這種 哇 高抗的聲浪 那這台呢 一樣也有 它可以到16000轉 那當它那個 1萬多轉出力的時候 真的是爽快啊 這個不用講 那大家剛剛看影片呢 應該就會有知道那種爽快感 那 我剛剛跑的路段呢 都是比較小路小彎啦 那這種輕量化的車子呢 真的是很有優勢 因為像我自己在騎的那種公升級啊 說真的啊 你要升檔 又升不到什麼檔 你要降檔 又不能降 然後呢 最麻煩的是 力量太大了 扭力又太大的情況下呢 車重又重 雖然它把車子推出去很爽 可是你會發現你進彎的時候 就一直外拋 一直 收不了線 然後快又快不了 慢也 要一直重殺 那這台呢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靈巧啊 非常的好騎啊 它這種輕巧的車身 配上它這個動力啊 真的 這台車的馬力重量比例啊 照它這樣子來比例的話 我覺得應該有個 7-800cc的那種加速的感覺 因為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然後它的加速力道是有的 所以大概會跟7-800cc的 MT07這種加速的反應力啊 跟衝力啊 是差不多的喔 可是因為它車重輕 所以反過來呢 就非常非常的有力 可以看到有一些直線的部分 我就直接拉轉 然後拉高轉 就可以進彎了 然後剛好收油的時候呢 它剛好轉速 牽引力會造成它的引擎煞車 然後配上前煞車 稍微的修正一下 然後就可以進彎了 那它的車身輕巧呢 在進彎跟減速的 車向距離呢 都非常非常的小 都非常非常的輕巧 要不然 照正常來講 如果我們今天騎的是 600cc或者是1000cc的話 這種車重啊 已經將近 180 200 你用高速丟進彎的時候 你就出外套 然後就是殺不住了 然後你就沒辦法 你就要硬煞車啊 這個就是大cc速的缺點 所以當你在騎這些 山路的時候啊 一些彎道的情況下呢 這種大cc速呢 其實是沒有特別的優勢 尤其在台灣非常非常 道路非常小的情況下呢 或者是你是跑小賽道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的沒有優勢啊 你會變成你的 抗衡力道非常非常的大 你完全都在抗衡那些力道 那你會非常非常非常的累 那這種狀 那這種車呢 它騎起來完全沒有壓力 完全不累 那個距離超小 然後它的丟進彎的速度又快 然後又靈敏 然後又沒有很大的側向距離 那整個爽度呢 是完全不同的 這台車的話 我推薦是中階玩家去玩 入門跟中階的玩家去玩 入門的話它好上手 它簡單 然後它配備好 然後它等等的整個效能都不錯 那只是入門剛開始的話 還是會覺得這台車太快喔 我說真的 以到它拉轉速出來 扭力出來的時候 真的 入門來講它還是太快 那當然如果你是 中階的就是已經玩過一些小檔車 R15啊 或者是阿魯 或者是小阿魯這種車的人 你再來騎這台 哇 那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差很多啊 天差地檔資源啊 然後這個整個的效能啊 跟一些反應啊 跟那些力道啊 真的是 將近有600cc的比例啊 可是600cc又沒有它快 因為600cc的車重 雖然它的馬力是有大一些些 可是扭力其實差一點點 重點是它的車重差異 所以600cc其實 在相較跟它比較的情況下 可能還是會輸一點喔 而且它進彎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然後它整個效能跟重量比例的問題 好啦 那今天4R4騎呢 大概就到這裡啦 那有個喜歡4R的人 是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畢竟它現在是 王牌4缸高轉浪生的王子啊 真的太好聽了 那我們就慢慢的騎回去 市區就這樣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掰掰 有助於你 亂收視角色 我們來分享小鈴鐺 就是小鈴鐺 我們來分享小鈴鐺 要分享小鈴鐺 我們寫得十 payment 這點錢